中老是传统友邻 两国理想信念相通 社会制度相同 发展道路相近 前途命令相关 神话战略对接 促进合作共赢 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南美合作作为首个 流域六国共同参与的 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 启动六年来发展迅速 成果享受 打造了区域合作的景色样板 为推动中国和南美流域国家的 发展繁荣 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老作为社会主义命运共同起 秉持发展为先 务实高效 开放包容的蓝维理念 携手促进经济增长 应对共同挑战 不断丰富中老命运共同情味来 2021年 中老双边贸易额达43.5亿美元 同比增长21.4% 创历史新高 中老铁路于去年12月正式通车 这是东南亚第一条现代化铁路 推动地区互联互动合作 迈上了新的台阶 中老合作建设的老挝第一家电油厂 已经正式运营 南无疆 替其电站 顺利投产 老挝肉牛 数把项目 成功启动 中方对老援助 八大工程项目 全面铺开 并稳步落实 外向市中心城区点亮工程 交付使用 外向和郎巴拉邦 三里的村扶贫设施 开工建设 铁道技术 学院等三所学校 陆续登工 中老务事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根本在于 中老高层的战略引领 特别是两脑两国 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 去年底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从老挝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通文 举行重要视频会晤 为新时期中老关系 破坏战略蓝图 为新神的下 推进中老命运工程体建设 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也对双方进一步深化 次区域框架下合作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公共卫生合作 是中老务事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方本着好邻居 好朋友 好同事 好伙伴的思考精神 不断加大对老挝 卫生医疗发展的帮扶和投入 中方原建的马货索医院 一期项目 于去年11月 竣工医疗 原建的老军103医院 于2019年1月投入使用 这是目前老挝军队医院中 建筑面积最大 医疗设施最先进的医疗楼 自2019年以来 中国军队先后派出 7批原老医疗专家组 不仅对老挝医务人员 开展培训 还完成各类闻诊 病房接诊等7000语次 指导和实施各类手术 一间余台 为广大老挝民众 提供了优质医疗服务 今年7月 中国军队处导举行 中老合兵列车2022 人道主义医学救援 联合演习 即医疗服务活动 这次连演是2017年至2019年 中老合兵列车系列活动的 延续和深化 是我军卫生列车 首次出境参演 首次跨境投送 增进了两国军队 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两两国同舟共计 守望相助 坚持目前 中国政府累计 向老挝政府 援助新冠肺炎疫苗 超过890万剂 先后派遣 四批医疗专家组 来老参与和指导 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总价值 1700余万人民币的抗疫物资 对老挝提升 疫情防控能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方宴童老房 继续携手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共同守护 两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共建人类健康共同期 遍陆所国为陆联国 是老挝政府 发展目标和夙愿 作为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 和中老友宜的标志性项目 连接中国云南昆明 和老挝首都万象的 中老铁路 在两国元首建政下 于2021年12月 正式通车运营 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 是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与中国铁路网 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 中老铁路 为中老两国来自地区人民 不仅带来了利益 更带来长期基因 铁路助力中老 统筹互联互通 和产能与投资合作 同时 铁路还将带动 泛亚铁路网建设加快推进 成为地区互联互通的加速器 和地区合作的新引擎 今年 蓝维合作外长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深化海关贸易安全 和通关便利化合作 农业合作 和保障粮食安全等 合作文件 相信将进一步释放 中老铁路活力 构建更加强劲的 蓝维流域经济发展 今年来 中国企业 与老挝建立行业 密切合作 帮助老挝开发和出口水件 2021年3月 由中国南方电务公司 和老挝国家电力公司 共同组建的 老挝国家输电网公司 与老挝政府签署 克取经营权的协议 今年6月 通过两国双向电力贸易 正式开启 标志着 两国双边电力贸易 翻开新的篇章 中方在助力老挝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同时 进一步落实双弹目标 以清洁能源 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共同为全球探检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做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强调 合作才能办成大事 办成好事 办成长久的知识 未来 中方院继续同老挝 加强能源领域合作 切实造出两国 及南维各国人民 中方的实现资深发展的同时 也在蓝维合作平台 为流域国家减停事业 积极提供新思路 新机制 新办法 使美国和国家民众 更好地分享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中国最老住民项目 远步推进 其中 原建100个农村点亮工程 100个农村数字电视工程 100个农村贫困地区 卫生工程 100个农村贫困地区 供水工程站内的 4个100工程 一期项目基本完成 今年4月 原老挝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工程项目 方案正式签署 6月进入启动时期阶段 项目计划在老挝建立 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 和农产品基础信息资源 及公共产品平台 建成20个老挝农村电子商务 电林物点 并为近2000名老挝政府官员 生产商和相关企业人员 提供培训 蓝莓合作专项基金启动5年来 中方已在老挝实施68个项目 为推动老挝农村开发建策 改善民众生活质量 推动智库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今年蓝莓合作外长会上 各方宣布将实施蓝莓农业合作 百千万行动计划 蓝莓薪水汇民计划 蓝莓英才计划等六大互联举措 我们将继续秉持命令共同体理念 使征会议的推进对老能力方式 实施更多汇集草根的民生项目 推动老挝经历社会可继续发展